眼瞅着2024赛季的中少联赛步入尾声了 除了冠军和降级的悬念还没解开之外 另一出年终大戏要上演了 那就是讨戏 前天我看到了时隔一百多天 终于重返赛场的何超 突然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了 他的内容写的是 每天上一档 档档不一样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就是这样的消耗殆尽了 为爱发电 配图更是直接上了两个字 骗子 显然就是这位昔日国角 武汉三镇夺冠的功臣之一 又在内涵自己的俱乐部 武汉三镇的这种困境 已经是路人皆知 投资人停止注资 与股改停滞不前的状态 几乎我觉得持续了整个赛季 时到今天 仍然没有任何好转的消息传出来 不过即便如此 你看武汉三镇的欠薪情况 其实并不严重 主要拖欠的是前两个赛季的部分奖金 以及2023赛季最后两个月的工资 本赛季的工资 虽然是略有延迟 但一直在发 就前两天有消息说 球队还刚刚给球员的账户上打了一笔钱 这种情况下 你说何超的举动 感觉有些意外 毕竟他之前已经和其他几位球员 向体育仲裁法庭递交了申诉 第一次开庭 虽然没有具体的结果 但好歹也处于这种审理阶段 这个按理说 不应该随便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意见 更何况 还有媒体报道称 就有些球员之所以提出仲裁 并不是为了要求俱乐部马上给钱 而是为了在清欠的问题上 在中国做协备被案 换句话说 他们也想清楚自己 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要的这笔钱 他们是知道的 那么 你说不过后续何超 刘殿座 人行级别队友的这种互动 我就能看出来 他们的这次发文 或许是因为俱乐部 之前做出过某些承诺 但并没有兑现 甚至 就可能是因为俱乐部 刚花了一笔钱 而数目与之前承诺的并不相符 他才会有这样的感慨 当然 类似的情况 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出现的 所以 他才会说 每天上一档 档档不一样 就值得注意的是 上轮对阵浙江队 何超是时隔111天 重新出场了 虽然官方给出的消息 是他一直在养伤 但也说不定 我觉得之前的确证 就是因为和俱乐部 这种存在的纠纷 本次重新出场 就是得到了某些承诺 或者说 达到了某种一致的这种结果 其实更为重要的是 武安三镇 与其他就遇到经济困难的俱乐部 还不太一样 有些时候 看起来 并不像是外界传说的 那么的举步维艰 你比如说 最近两个赛季 他们都是中超 少有的 在演员上 花卉转会费的俱乐部 每个赛季 通过转售球员 都能获得不菲的转会费 前段时间 在卖出恩里克之后 还获得了 是不是 140万欧元的转会费 可以用来补贴俱乐部的运营 就这些举措 或许会让球员 很难认定 俱乐部已经是没钱了 你看下双的时候 俱乐部是不是还引进了洛卡 只是说有钱不花 是不是这种可能 这或许 也可能是 就是能解释部分球员 就是他的这种疑惑 我们球员也有种疑惑 为什么其他球队 欠心球员 能够与球队同胖共苦 而武汉三镇的球员 却要一次又一次闹呢 是不是 无论如何 就是这样 将矛盾公开的这种和超 和武汉三镇的这种缘分 肯定是走到头了 他在随后的这种评论当中 也表示了 站好最后一班港 这也有意味着 无论武汉三镇 能否闯过今年的准入关 合同年底到期的和超 肯定不会选择和俱乐部 继续续约了 是不是 你看今年29岁的和超 前几个赛季 还是中超顶级的后腰 国家队的常客 无论是防守硬度 还是长船的这种精准度 比赛当中的调度 其实都有一定的这种功力 95年出生的他 其实对于后腰这个位置上来说 正出一种黄金年龄 他进入自由资源市场 应该是步伐追求者的 对于一直在这个位置上 缺少储备的 你像天津 甚至上升班马 这个云南育坤 是吧 这些进入部呢 其实和超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和超的问题啊 也比较明显 首先就是 他最近两个赛季的出行率 并不高 本赛季呢 因为伤病 就是 也许有别的原因啊 就出场了16次 只有13次首发 累计出场时间 刚刚过了1000来分钟 就上轮 适合100多天 重新出场 整个人 你没发现 有点发福了吗 是否还能够恢复到 这种最佳的状态 我觉得 就要看今年东迅了 我相信他能够恢复回来 此外啊 你说对于在广州恒大 江苏肃宁 文安三镇 这些曾经不差钱的俱乐部 效力过的他来说 你说对于新资要求 我觉得恐怕也不会太低 你说像天津呢 这样俱乐部啊 我估计清大细算的 够强 但是像云南这样的 钱儿比较足的 是不是 这些土豪 或许和他可能更适配 你就有没有这种可能 是吧 我觉得除了合照之外 文安三镇呢 还有13名球员啊 合同制在年底到齐 其中啊 你像阿波达汉 埃菲尔丁 这样属于这个租界身份 其他的球员 你包括刘电座 陈兴 这个刘一鸣 任航 江志鹏 是吧 张小斌 张涛 罗森文 刘岳 还有刘若凡 还有好像陶将龙吧 这些球员也都合同 年底到齐 这些球员中啊 我觉得除了两位 一二一的这个陈兴和 这个张涛之外 只有罗森文 本赛季呢 出场只有14次 其他的球员 基本上都是主力 或者是主力轮换 五岸三镇 目前的这种情况来看 恐怕我觉得 很难留住这些球员 而他们呢 一旦进入自由市场 这肯定会成为 各队争抢的相拨 对于像天津来说 我觉得 因为他天津之前 一直船船要补墙嘛 所以张小斌呢 刘岳啊 我觉得在天津效力过的球员 可能他们会考虑 但我觉得更多的是 在中超当中 尤其是升班嘛 那就是 云南育昆 已经是确定中超 那么再一个 就是 中超 还有哪些 这个球队需要补墙的呢 我觉得也不少 今年啊 整个这个 就是进入转回市场的球员 也会比较多 是吧 都会是大家考虑的 而且呢 像张小斌呢 这样的就是 在后腰位置上 几乎打满全勤的 这样球员 我觉得 经验也非常丰富 那个 你像他 这个 每场比赛 基本的贡献 1.24的这种抢断 这个 1.24的这种拦截 而且那个 你看解位次数也不少 就是数据上 虽然不是特别经验 但是 他在经营业业 而且呢 奔跑能力都特别强 就像这样的球员 是吧 肯定是有很多球队 其实拿过来作为轮换 也是很好的 是吧 你像27岁的刘月 我觉得也是 那个 表现的也不错 就是在两个别路啊 其实都有不错的发挥 甚至还能够客串 编一位 你知道 就是改造成这个 编后背 我觉得都会 有不错的这种 就是提升空间 当然了 如果武汉三镇啊 最终不幸 无法通过准入 那么这个镇中的 所有的学员 都将成为自由身 那时候 可能选择的对象 就更多了 你像右边后背 一直这个裹脚 邓哈文 是吧 文赛基的表现 我觉得 是不是都相当好 还有啊 就是那个 之前在天津 也表现挺好的 那个 米皮匠 是吧 出身这个 油文情绪的 那个 背后背 王毅 是不是 都是大家 关注的对象呢 今年啊 这个转会市场一开 我觉得 现在啊 武汉是 大家关注的这种焦点 武汉的超市 你觉得会不会开 这个 以前的外援的欠薪 包括这个 过往的这种 各方面的一些问题 能不能够在这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彻底解决呢 你觉得 有没有这个希望 大家可以一块聊一聊 你觉得武汉三镇静学院 会被哪些俱乐部 目标性的 给它瓜分了呢 咱们可以一块来 唱作语言啊 我们是 ClX School的 和声忍 和声忍 和声忍